你叫我做嬰兒? 我也想叫你做嬰兒 姐姐… 你知道三隻蝦是什麼嗎? 我知道… 是什麼? 哈哈… 這是我世紀以來最喜愛的蘭菊 從前有三隻蝦 哈哈… 第二條 其中一隻蝦被青蛙吃了 那現在是什麼? 我知道 哇哈哈 答案是哇哈哈 十隻雀鳥 獵人射了一隻, 只剩多少隻呢? 他射了一隻, 但可能射不中嗎? 但你射了一隻, 即是中了 小朋友可能覺得 為何這兩個姐姐的想法這麼複雜 其實答案是九隻 我們先看看答案 其實答案是沒有 因為嚇了一隻, 因為嚇了一隻 所以答案是沒有 答案是沒有 他很有趣 我喜歡他的答案是沒有 沒有 你覺得跟我鬥得意嗎 跟我鬥得意嗎 你這個不算有趣 我們一起做一個比他更有趣的 1、2、3 我覺得比較有趣 對, 我的缺點也是 千雪姐姐 為何你讀這麼女書 還沒讀完 當然, 笨 千雪寶寶 為何你這麼大人 都叫寶寶 對 你叫我做寶寶? 我也想叫你做寶寶 姐姐, 我想快點長大 快點長大是怎樣 是否很好玩 其實我們像你這樣做小朋友的時候 都很想快點長大 然後我現在29歲了 我希望可以變回六歲 長大了, 你就會懷念 小時候什麼都不懂的狀態 因為什麼都不懂 就是人最天真和最純真的一個階段 因為時間真的會很快 其實眨眼睛, 你就很快就會長大 不過無論如何 總之童真永遠是最開心的 希望所有小朋友都可以享受 現在的童真 我們先帶過的問題吧 常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